纽约时报21号发表中共大佬海滨密谋文章 内容引述了几位和中共高层有联系的消息人士的话说 被秘密关押但是没有正式控罪的薄熙来正抗拒调查 奋力反扑 高层领导人至今仍难以决定如何处置薄熙来的案子 评论指出中共因为无法把薄熙来的罪行和自身契格开来 所以迟迟做不出决断 随着北戴河会议即将在7月末召开 当地的警备也开始加强 纽约时报形容北戴河公共海滩上除了普通民众 共产党高层则藏在他们的别墅里 以及他们私人的海滩上为全力密谋 报道引用当地居民李先生的话说 这里才是真正派系斗争合作决定的地方 而在秋天的十八大上大家只是举举手而已 被纽约时报形容成中国大佬密谋的北戴河会议 事实上已经是中国老百姓人人皆知的事情 自1954年起 中共高级领导人每逢夏季都会到北戴河避暑 期间召开的会议被称为北戴河会议 虽然这个会议不是每年的例会 也曾经被胡锦涛取消过 不过因为很多重要决策在这里拍板 因此北戴河会议也被看成是之后党代会的酝酿会议 纽约时报的报道说 今年北戴河会议的派系较量更加复杂化 因为薄熙来正抗拒调查 奋力反扑 高层领导人至今仍然难以决定如何处置这个案子 时事评论员司马泰认为 中共现在面临困境 因为薄熙来之前就放话 把自己和政法委绑在一起 作为胡闻来讲和习近平他们来讲 想把这件事情弄得越低调越好 马上开十八大 但是薄熙来也抓住这一点 你们想清单三级的想把它处理掉 处理不掉 因为他把自己跟共产党绑到一起 他的罪只是共产党的罪 他做的事情都是共产党 其他人都做过 所以他现在就会出现这种 就是好像按打按不下去 虽然有些政治观察家预计 中共党内应该已经结束 对薄熙来贪腐滥权 和他的妻子谷开来 涉嫌杀人的调查 但自从4月10号 宣布薄熙来涉嫌严重违纪 因此拔除他的党职 由中纪委立案调查以后 中共当局一直没有公布 任何后续情况 时事评论员夏小强指出 这是因为薄熙来的罪状 还牵涉到周永康 曾庆红 江泽民等 从中共内部的角度来看 贪腐和杀人 都不是薄熙来的真正的罪状 薄熙来的真正的罪状是 江泽民 周永康 曾庆红 这些因为迫害法轮功 而被外界称为的血债派 把薄熙来作为 未来谋反政变 推翻习近平的主要人物 来计划安排的 所以对薄熙来的处理 是和将来如何处理周永康 以及血债派等 这些事情密切相关 夏小强认为 所谓薄熙来反扑 只是放风而已 现在有放风放出薄熙来 反扑调查等等消息 我觉得都不会起到多少作用 只是一个放风而已 从现在中共政局的人事布局和走势来看 胡锦涛团派的势力在进一步加强 周永康已经自身难保 所以说实在看不到 已经称为死鱼的薄熙来 有什么反扑的能力和希望 虽然中共现任高层 没有对外公布薄熙来的罪状 不过日前一位退休中共高级官员 对海外的薄熙王表示 应该以谋杀罪起诉薄熙来 因为调查薄熙来犯罪事实显示 他在重庆任内实施了 有组织故意的大规模的犯罪 其中包括谋杀 虐杀 迫害掠夺民营企业 制造冤假错案等 不过纽约时报的报道说 最臭名昭著的北戴河事件 涉及中共元帅林彪 所谓政变失败坠机的历史 目前同样涉及到政变的薄熙来丑闻 还不知道中共将如何收场